九六W啊 一兩天進來 有可能背勤20號採用 誰個彈眉啊 各位朋友 大家好 歡迎收看 主持人心看景象 地上看主持人心啊 順久有沒有拍影片呢 有點不太習慣吼 我們來看 這個九六W在哪裡 在這個東京啊 137度 別尾14度的地方 離這個輝賓的瑪麗拉 大概1650公里 它的現在中間性價值是10300 最怕 中間速度只有35 非常的慢啊 不過 中間的意思 這邊呢 這個環境會強的適合它 這個海溫有30到31度 而且風吹氣速非常的小 只有小於十節 大概15公里到20公里的風吹 這樣切過來 但是它的髒音氣油 這到髒音氣油 非常的旺盛油 它在一到兩天之內 會繼續這樣 即便來到每個回復氣 反正這個颱風氣球 從大家預測看起來 這個是非常高的距離 變成熱的大風暴 就是颱風 它等它走的速度也一樣 非常慢 到每秒只有10米 當然 霧擊颱風流利 不過 它就有西方一直過來 但是啊 這邊呢 我們看預測上的 這個E系統 還有這個EFS 都認為 這條可能產生兩個颱風系統 有六W 目前啊 應該是個北方啊 台灣方向 還有這個中國方向過來 這個高壓的 加強的 壓著它一直潛伏在這個下面 我們從綠色水上面 也可以看到 它 菲律賓東方 這邊一片紅蔥都是 它還平洋高 一直壓著過來啊 所以它潛了 就慢慢地想 一個西邊走啊 不過 當它來到這個出生的 颱風十字路口 台灣 和這個歸邊附近 這個十字路口 它會增強起來 從綠色上面可以看到 滴壓可以滴到哪裡 950-700%左右啊 所以這是一個 相當強烈的 台溶系統啊 但是 有可能到13-17的 台溶 登陸菲律賓 之後就有慢慢地 轉過別一個南海 而且在哪裡這邊回盪啊 不過 現在有個問題啊 如果是高壓往後面推點 有可能轉別 到底有沒有進入到 巴士海下 所以這個 96W在未來 是不是成為一個 台溶系統 推進到 這個哪裡 垂冰的東北角形態 或是垂冰的東方這裡 完成兩個方向可以走 一個是相機 一個像 氣流的方向 來到台溶屋經濟 這個是我們所關心的 台溶系統啊 不過從一隻上面可以看見 這個一隻鼓跑起來 還有兩個系統 在關島附近 它會產生一個 台溶系統 所以也有可能現成台溶啦 不過 大手的方向比較偏向 這個 日本人 然後還沒對我們 影響揮山的角 但是在更西北東 沒有關係 還有產生一個地壓 這裡也會產生一個風暴 轉向中太平亞車 所以我們沒有要影響 我們最主要關心的是 這個96W在未來 會不會形成 20號台溶 台北 到底是要往西 或者是往北 還有什麼呢 到底是 談到賽 還是 談到賽呢 繼續收看 我們最主要關心的 第一項開始 我們最主要關心的 掰掰